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 是吧 余末 我明明写的是余黑土啊 这第一章是写九旗两位将军的生离 最后一章是写他们二人的死别 也不知道中间四帝军的戏份该如何写 好呀 陆明 竟然想吓唬我 我的妻子 我的戏门 兄台 你哪位啊 你为什么办理来我房间 还会随系先法 你说 你干嘛的 不说是吧 好 你不说的话我现在喊天明抓你了 天明 是 我呢 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参的一个 黑鱼绞仙而已 我失无意间误打误撞地走进披香店 看见你们正在排戏 我觉得很有趣 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 就偷偷溜了进来 我只是想看看 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 刚化成人参就长这么大 原来是水族 怪不得能灭火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 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咯 看来你这条小黑鱼 还算有良心嘛 我之前认识的那条 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 看你的装饰吧 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 所以 你跟我来 当真是因为觉得我细斜得好 是啊 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 我也很想知道 后面到底发展得怎么样 对了 九旗呢本来是我们的四海龙尊 我很想知道 他们接下来的情况 你居然知道九旗 我以为现在除了我 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 小伙子 有眼光啊 叫什么名字啊 我 我还没有名字 连名字都没有 看来 他定是身份微末 处世金男 是这样的 今天你遇上我 算是你的幸运 以后跟着我吧 只要有我在 保证带你吃香喝辣 做一个快活神仙 怎么样 若非是他在我渡官的危急时刻 献出真身相求 我必不会这么顺利地成功化人 既然如此 就算做个跟班 也无妨了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啊 当真如此 当真如此啊 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 嗯 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 等着啊 当真如此 嘘 好了 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 是吧 鱼墨 我明明写的是 鱼黑土啊 啊 不是你说的吗 你刚刚从小黑鱼 幻化成人形 所以我觉得 黑土很适合你 不不不不 这名字未明也太土了吧 还是鱼墨好听一点 你看啊 呃 是命运 让我们相遇 又是缘分 让我来看错这两个字 所以我决定往后 还是叫鱼墨吧 虽说有道理啦 可是我还是觉得 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 不是 还是顺应天命吧 往后就叫鱼墨吧 好不好 那好吧 就叫这个名吧